Hello Good morning 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是大铃哥 欢迎你们收看9月份第一个礼拜一 每个礼拜一的第一个导听台节目 每周一才有这一集 那基本上大铃哥都是会跟你讲 预告未来一周最主要的行情的规划 这个标题9月初应该会有一个短多600点的行情 这是针对家权指数 因为今天是9月第一个交易日 那大铃哥应该是可以很笃定跟你讲 9月的三半旬应该是会有一个短多600点的行情 但是这个600点你看起来好像很多 可是对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个600点只是个大喷嚏的反弹行情 为什么会这样来讲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加均指数的日K图 很明显 这个从8月19号大铃哥已经帮你画好了 一个黄色一个square区间 从8月19号到今天为止 应该已经有两周两个礼拜了 加均指数目前都是压缩在那个黄色区间 上下来会去做正大 你大概就很明显看得出来 第一K棒很窄 第二空间不大 然后它的高低range 总共应该是将近600点 所以上面写得很清楚了 两周压缩600点 压缩的意思是干嘛 它终究会做喷出的动作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压缩的这种现象呢 首先大铃哥独家法宝 暴力表 我已经写在上面了 你看见了这个暴力表的资料呢 它是8月19号 8月19号我们的暴力表显示的是 它在22500这边是出现所谓的机车A 机车A基本上就是所谓的高档偏空的意思 所以你看它从8月19号以来 它就一直高档 尤其是台子期 你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台子期只要打到22450到2250这个区间呢 它马上就被打下来 意思是说从19号这边开始 因为暴力表这边显示说 它开始建一个短高点 所以呢变成说 过去这两都它开始做盘整压缩 那为什么会跌不下去 这个很正常 因为你可以再换另外一张图来看 上面也是一样 是所谓的加权指数的这个日K图 我只是把它换成收价线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上面那张图可以看得出来 蓝色 蓝色有一条叫蓝色下降趋势线 这个是从日K画下的下降趋势线 因为8月中旬的这个反弹呢 它突破了这个蓝色的下降趋势线 再加上它突破了所谓的均线 日K来讲我们是看所谓的月线 意思说它突破下降 这个趋势线跟均线之后呢 以日K的格局来讲 它开始进入一个所谓的多方 所以大铃哥上面有写了趋势多 它的定义很简单 就是突破下降趋势线 再加均线 那它后面会走的格局 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因为说过嘛 股票这个东西呢 它既不是火箭 它也不是陨石 只要它的趋势形成之后呢 它就会根据一定的这个上下政府这个麦动呢 往它原来的方向去走 所以日K的走势呢 因为它开始做趋势多翻多 所以它目前走的格局就是所谓的突破 回撤 然后呢 预备后面再做大涨 那大涨行情就是刚刚说过了 因为它的压缩区间呢 是有600点 所以一旦开始正式做突破的时候呢 往上涨600点是轻了一局的 是轻了一局 但是我刚刚说过了 600点这是针对日K的这个行情 可是呢 对于中期趋势来讲 也就是下面你们看见了这个所谓的周K格局 那个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 既然有趋势多的这种格局策略 就是蓝色线的位置 那相对来讲也有所谓的趋势空的这个策略 也就是说你们画面上看见这个 趋势空的定义也是一样很简单 跌破上升趋势线 然后再加上一条很重要的均线 这时候趋势就开始转空 然后它的格局 就是也是你们看见的 跌破反弹再大跌 也就是如果你看日K来讲 为什么7月份会下跌的这么的大 这么的快 也就是说你们上面看见了 因为它就是跌破了 所谓的上升趋势线月线之后 开始呈现跌破反弹跟大跌 所以7月跟8月 这个短短将近快一个月的时间 大盘修正了快5000点 主要原因在这里 那再加上因为这一波的修正 最主要的是因为它已经破坏了 整个周线的格局 也就是你们下面看见的这个 所以你有没有看见 周K的这个格局 它也是跌破了所谓的上升趋势线 然后再加上所谓的纪线 所以以周K格局来讲 它已经正式翻空 所以要听清楚了 日K的格局现在是多方 没错 而且后面应该酝酿一个600点的涨幅 可是对周K来讲 它的格局 目前应该是开始进入所谓的 跌破跟反弹这个位阶 所以涨600点对周K来讲 顶多只是打个喷嚏而已 对它的趋势 周K的趋势并不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你目前看的格局是什么 你才不会感觉说 怎么一下子多一下子又空 好不好 然后这边就是跟你讲的 日K应该9月初很快 它会大涨个600点 但是它对周K而言 它只是纯空方的反弹 所以你在做股票或在做指数 你一定要先拿捏准 你现在要看的格局 还有它目前的位阶 有多大跟方向在哪边 然后更重要一点 为什么说周K的格局翻空 很明显 这个是所谓的台湾制造业 采购机里人 未来6个月的展望 一般来讲我们是所谓的PMI指数 然后它这个是所谓的细项PMI 它对于这个总金来讲 它会比较敏感更细微 更重要 更重要一点是 这是大铃哥目前我看总金指标以来 它比较能够很准确掌握 加权指数未来方向的一个总金指标 为什么这样讲 我大概就画了几个区间 它是从过去10年到目前为止 因为我们的景气基本上就是三个灯 不是绿灯黄灯红灯 就这样很简单 你只要不是色盲 你都看得出来 那大铃哥有帮你突然有帮你画了四个 过去10年以来四个主要的趋势转折 你们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当市场这种所谓的6个月展望的这个PMI 短期的细项PMI 当它从过了开始转成弱势的时候 也就是说红色转黄色的时候 就是你看见这个红色区块的时候 当它出现这个情况 代表说总金开始有开始转弱的迹象 然后你再配合下面 下面这个绘色就是所谓的加圈指数 如果当景气油过热转为Cold Down的时候 你的加圈指数这边的技术面来讲 也出现了转弱的迹象 通常都是属于年度的大幅修正 你不要看下面的黄色阶好像叠小小的 基本上那个都是好几%起跳 以加圈指数来讲好几%起跳 至少都是好几千点 过去10年以来 我们的总金总共出现了4次的趋势 中期转折 就是你现在看见红色这一边 那目前来讲 目前来讲 2020年有出现了吗 很不幸来讲 它在6月份出现了 6月份景气开始出现过热的一个形象 就是红色的地方 然后7月份它出现Cold Down 所以以总金这边来看 确实台湾未来6个月的总金环境 应该有一些变数 然后再加上刚刚说过的 刚刚说过的是什么 我们的周K格局也有多方被破坏了 如果你们刚刚又miss了 赶快回去看一下 那为什么周K的格局会如此如此的重要 这个就是葛兰币多空循环图 它是针对这个金融市场 多跟空整个recycle下来 整个循环的位阶 意思说其实所有的金融商品都是一样 有涨就是有跌 这是很正常的一回事 只是说你要如何掌握你的位阶 在什么地方 然后这个多空全弯图 它目前都把它编成1号到8号这个位阶 你只要知道说你目前的位置 落在几号球的位置 你大概对于未来 就会有大概一定的规划 风险你可以规避 那机会你也可以做掌握 那达林哥我就把刚刚说的 葛兰币的多空全弯图 对应下面这个是所谓的加权指数周K 你没有发现两个的走势 基本上应该有90%以上是相似的 我们小时候都玩过大家在早茶弄小游戏 你大概可以比比看 两个的走势图应该有90%以上的相似度 目前来讲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目前加权指数周K的格局 它应该是大概落在几号球的位置 应该都可以看得出来啦 除非你不愿意相信你眼睛看见的 我们农历7月已经结束了嘛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你看见的东西 如果你还是看不出来 我们现在是落在几号球 那没关系 你可以来问大林哥 我很乐意帮你开光 好不好 但是回到 因为刚刚说那个周K嘛 那我们的日线 目前应该会即将会发动一个600点的 这个波动的 比较偏多的走势 那我们就开始要思考了 如果我要做短多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因为600点利润也不少嘛 那我们要怎样去掌握这600点的起涨点 就是大林哥的包力表 以前 每天都会不会你做过验证 包力表它可以准确帮你抓住 加权指数每次的转折 所以呢 大林哥今天 大林太节目 OK 第一你先订阅大林哥的这个节目 让大林哥 自嗨一下 代表说我知道确实有人在 观赏我的节目 然后第二个 最后的重点 你在这个今天暴力 抱歉讲错了 是大林太节目 底下留言 你要暴力600 因为我已经说过了 600点应该是最基本的低销 你在今天的节目底下加LINE 然后留言 暴力600 我就告诉你 礼拜二暴力表的资 这个方向 那我们知道说 他是不是 开始要正式的 突破那个压缩区间 往600点去做 波动 好不好 那今天的大林太节目 就到这边 拜拜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马上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再到实地则荒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